唐朝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王朝之一 唐朝全盛时期的疆域在西域方向 曾经一度控制了葱陵以西到离海 险海沿岸的广大地区 唐朝安息都户在中亚地区所管辖的范围 囊括了今天的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的广大区域 面积达到400万平方公里 唐朝经营中亚始于灭西突厥之战 贞观初年 中亚地区被西突厥所控制 唐廷无意与西突厥争夺中亚 贞观五年 朝五九星之一的康国 为摆脱西突厥的控制 派遣使节来唐朝长安 要求归附 康国请求内赴的前一年 东突厥韩国已经灭亡 贞观四年 公元630年 唐军在殷山之战中取得了胜利 东突厥韩国灭亡 东突厥韩国所辖范围 纳入唐朝版图 唐廷对归顺的东突厥部落 进行了妥善的安置 在东突厥灭亡之后 西突厥也发生了分裂 西突厥奴师壁五部 与堕禄五部之间互相攻伐 西突厥的力量大为削弱 这位唐代经营西域创造了条件 西突厥韩国灭亡之后 唐朝在西突厥故地 设置了基米辅州体系 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中亚腹部 唐高宗龙肃元年 唐朝政府还在图火罗 设置了基米辅州体系 唐朝的版图一度延伸至 伊朗高原附近 与大使阿拉伯帝国接壤 唐朝真正地彻底放弃中亚 是在安始之乱之后 因唐朝成平日久 在阿禄山等人 发动叛乱之后 黄河以北各州县相继沦陷 洛阳长安告急 这是唐朝建立以来的最大一场内战 为了保卫唐朝的经济之地 打败安始叛军 唐朝在安息都户设置的边防军 相继后撤参与平乱 这样一来 唐朝政府在中亚西域地区 构建的军事防御体系 倾刻之间全线崩溃 自此以后 唐朝丧失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 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